近日,中国科学家发现的新冠治疗新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。 同一纲团队获得一项发明专利证书。 十两年多以来,千金腾素的相关研究露出水面。 专利说明书显示, 10μm的千金腾素抑制冠状病毒复制的倍数为15393倍。 这个数字通俗地讲。 可以理解为不用千金腾素药物时如果有15393个病毒。 在用什维摩尔升千金腾素药物的情况下,病毒数将只有一个。 也就是说,很少量的千金腾素就能阻止新冠病毒扩增和传播。 美国学者此前也在,科学发表论文证实。 千金腾素的数据在其研究的26种药物中数据亮眼。 而且优于已经获批上市的瑞德西韦和帕罗韦德。 消息一出,大家无不欢欣鼓舞。 持续这么久的疫情,似乎可以看到转机了。 那么,千金腾素到底是什么呢? 一分钟告诉你,千金腾素究竟是什么? 想要了解千金腾素,那就必须从千金腾说起。 千金腾在农村很常见。 你小时候甚至都玩过它的果实,只是叫不出名字罢了。 千金腾生于山坡路边、沟边、草丛或山地丘陵地灌木丛中。 多分布于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台湾等地。 千金腾素是从防几棵植物投花千金腾,跟金中分离提取的双结基翼挖磷生物件。 具有抗肿瘤、抗孽剂、抑菌、抑菌、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。 从我国中医学上来讲,千金腾是一味比较好的中药。 很多医学典籍上对它都有记载。 其中,《本草时宜》中这样写。 千金腾、祸乱中恶、实行虚劳虐账、弹宿不利、臃肿大毒、药食发、癫痫、吸煮汁。 既一领药液的莲花清温之后,千金腾素能否成为中药抗疫的中间力量。 据了解,目前该药物仅停留在体外研究上,距离能否成为真正的抗新冠药物。 还有多个环节需要闯关。 包括能否进入动物实验、人体172737临床试验、上市审批等。 而这些环节能否顺利闯关,依旧存在种种不确定性。 千金腾素能否成为新冠病毒的终结者? 还是又一个资本市场的炒作? 无论如何。 我相信,人类是幸运的,随着药物的研发,助疫情早日结束。 大家对于千金腾素在抑制新冠病毒方面有什么看法? 对于中国的传统中医有没有信心? 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点栏目